霍联市严平王庙管理委员会 4号上午前往花莲市公所捐赠6万元 制定要作为岁末年终 发送给低收入户以及弱势的爱心礼券 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生活陷入困顿的家庭 也彰显严平郡王慈悲济世的精神 严平王庙管理委员会一行人 10号上午在主任委员吴艺人 及荣誉主委李建新的带对下 前往花莲市公所捐赠6万元散款 要做爱心 市长魏家宴也协同主任秘书 欧美华舌楼客长萧直卫代表接受 并制正感谢状 而花莲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正伟 也特别到场见证 并表达对施工所推动社福政策的支持 因为我们前市长魏家贤 他也非常的认真 在帮助我们这个弱势的家庭 和食物银行 现在魏家宴市长应该也是会延续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来捐 这个爱心这个捐款 我们今天也是捐6万块 寒冬送暖来表达我们的一点爱心 来帮助这个弱势的家庭 希望他们能够过个好年 希望社会善心人士 能够共同来参与 那非常感谢长久以来我们颜品王庙 长期以来对于不管是任何的爱心跟善心跟依举 他们都非常的支持花莲市公所 那真的很感谢我们主任委员吴宇仁 以及我们所有的委呃委员团队们 那未来花莲市公所会秉持着呃持续发放爱心跟做公益的方式来 让有需要帮助的市民们都能得到帮助 魏家燕表示公所三年前将爱心年菜转型为爱心礼券 让过去未能照顾到的三口以下家庭也能享受到这项福利 而他也会持续这项社福政策 希望有更多社会善心人士加入关怀行列 同时也感谢花莲市民代表会支持 以及德标厂商响应市公所对弱势的关怀 以最实惠的价格让更多家庭得以受惠 记者许立琴 花莲市报导